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與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袁醫生,你好 袁醫生,你好 大家好 袁醫生,我們都常常聽到 在市場上,在藥房裡面 最暢銷的都是一些所謂的腸胃藥 無數多的廣告,不斷的品牌 但我有聽到一些人的研究上面 就是說,那些腸胃藥 你越吃,就令到你的肚子越來越壞 可不可以和聽眾分享一下,解釋一下 再簡單,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廣告 不斷地說腸胃藥,腸胃藥呢? 是 如果那些藥是有效的話 這些病是否應該很快就沒有了 為什麼還需要這麼不斷 最暢銷的藥都是腸胃藥 從這裡可以看到,很明顯這些藥 是不會治好你的腸胃病的 所以這藥的廣告是不斷地需要 因為病人不斷地持續這種病 其實越吃越胃藥,就越會傷胃 這個資料是有一本很暢銷的 一百萬本的超級暢銷書 是日本的,就是一本不申病的生活 是新谷雲實寫的 他日本人也是,很乖的 有不申施索,很喜歡吃藥 人體來說,所有藥基本都是毒 這位作者,新谷醫師說 他曾經進行過三十萬宗的胃腸內規鏡檢查 30萬怎麼做?我真的不明白 他是腸胃領域的世界權威 綜合巨大的臨床經驗之後 他得到一個總結就是 健康的人,腸胃是最美的 不健康的人,腸胃是醜陋的 跟人的面相相相對 他的胃腸的模樣,好像胃上和腸上 腸胃,樣子好看的人 代表身心都健康 相反地,胃上、腸上不好的人 好像身體某部分都出現問題 這位是一個做了三十幾萬宗 看相腦,研究了三十幾萬的面相 做出來的這麼簡單的結論 所以他說胃藥吃得越多,腸就越差 在胃上看到很多污糟、醜陋 很明顯,他會看到病人的病歷 他會看到食得胃藥越多,腸越難看越醜 你經常在電視腸胃的藥物廣告 經常聽到火燒心 其實是胃食到逆流 消化不良、胃脹這些磁眼 其實這個問題的源頭 就是你平時吃的胃藥 他說濟酸劑養細菌蔓延 大家都知道,濟酸藥是胃藥的第一個害處 胃藥裡面有一種濟酸劑作用是中和胃酸 抑制其酸性,令食物進入胃口的時候 各種的菌軸都會一起入來 吃東西,什麼環境都有,食物都有菌 他說可以達到三千億到四千億之多 而我們為什麼吃這麼多微生物都不病呢 因為胃藥裡面的強酸會絕大數的菌軸消滅 吃東西裡面是難免的 怎麼會沒有菌呢 為什麼進去沒有事呢 因為胃酸保護我們 是不可缺乏的 如果你用藥去抑制它 即制酸藥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這個新谷醫生提出質問 所有菌類都可以自由通過胃的 但如果有些毒性強的菌種 就可能造成是輻射這種結果的 即是大家有時候會吐舌,吃錯東西 但這個是菌會造出的問題 但是胃藥所造出來的身體危何 比吃死的壞菌更厲害 他說為什麼呢 消化不良 他說這就是令到我們抗物質的缺乏和貧血 為什麼呢 第二個害處就是 當胃酸相比受到抑制 能夠活化我們消化酵素的胃蛋白妹和鹽酸 就會不足引起消化不良 為什麼呢 因為胃酸是幫助它消化的 幫助它產生我們的消化莓 那麼它要緩解消化不良的胃藥 竟然會引起消化不良 這種非常滑稽的黑色喜劇 胃藥第三個害處就是 如果缺乏充足的胃酸 就會妨礙鐵、鈣、抗脈、抗脈的吸收 新高醫師說 還有看到很多胃癌和胃癌手術的病者 都會出現這種病人 通常會出現貧血的 因為胃切了之後 就沒有辦法分解分泌胃酸 即是沒有辦法吸收鐵、鈣等 這種情況很快就導致了貧血 所以這些原因都說 千萬不要隨便切了胃 很多癌症的病人 發現切了胃之後 就是痛不欲生 慘死的 所以應該盡量不要用這些手法去處理它 還有 壞菌會令腸內腐敗 免疫能力低 這是第四處 抑制了胃酸的分泌 就會破壞腸裡面的細菌的平衡 令到免疫能力下降 在人類的腸道裡面 大概有300多種 差不多是100兆的大腸細菌 可以這樣說 腸裡面是細菌的小宇宙 是很多很多的 其中有些好菌 譬如非特治菌 還有一些壞菌 譬如產氣甲膜靈菌 但占大部分是中間的 不是好菌 也不是屬於好菌 也不是屬於壞菌 如果要好菌增加 這種中間菌 就會變成好菌 如果壞菌增加 其實中間菌 就會變成壞菌 所以腸裡面的環境好壞 就決定於 搶好菌和壞菌的平衡 當牠吃了胃藥的時候 令到胃酸分泌不足 而至一來 消化酵素沒有辦法活化 食物就會消化不良的狀態 走進腸道 原來應該在腸裡面消化吸收的食物 就變成了未消化的食物 殘留在腸道 人體裡面的溫度是37度 簡直是一種夏天浩暑的環境 你想想食物殘渣留在這種環境 當然會怎樣呢 夏天浩暑 會不會有雪櫃 在這種溫度之下 食物很快互大 引起了異常的發酵 做到腸壞菌的異常繁殖 令到免疫能力低 因此 加上沒有被遺中消化的細菌大量入侵 身體如果不舒服才不舒服 一定會不舒服 是的 這樣的話 其實現在的新的醫療 都很強調 我們的身體腸裡面有什麼的菌 是我們有什麼健康的 自閉症已經早期發現了 自閉症的小朋友有很多腸道 有腸漏這個問題 好了 胃藥第五個害處 胃黏膜上有很多叫做 蛹毛的小型凸起 胃酸是在上面分泌出來的 如果持續用一些抑制胃藥的胃酸的胃藥 令到蛹毛的機能降低 變得越來越短 所謂是胃黏膜萎縮 萎縮狀況持續下去 就會令到胃黏膜變得薄和發炎 轉為萎縮性的胃炎 這個脆弱的胃就成為 幽毛螺旋菌和各種細菌的溫泉 溫藏 好了 如果看到我們經常有些病人 我經常有些病人 就是幽毛螺旋菌第三次發作 第一次就是四輪的抗生素 第二次又一輪 接著它又是抗生素 它就給我看整個大袋 整個大袋 都是 書包這麼大的 我都想不到 我看得到很呆 整個一般的生物仔的書包滿了 這樣的胃藥 我真的不可思議 吃完胃藥也不用吃東西了 你可以看到它是第三次發作 很明顯這些胃藥是導致胃的退化 幽毛螺旋菌在這種退化的環境會導致 好了 好了 維尼網發炎的持續惡化 最後就導致胃癌 所以我經常都說 幽毛螺旋菌的人 患者很多是生氣變成胃癌 但是原因不是幽毛螺旋菌 而是你治療胃的錯誤方法 好了 結果胃藥頻拔的應用 已經變成胃癌 日本胃癌裡面 90%都確認有幽毛螺旋菌的感染 而50歲以上的日本人 感染了有60-70% 好了 幽毛螺旋菌的感染 未必對胃癌發生直接的連繫 但是要防止幽毛螺旋菌的真身 應該盡量避免吃一些制酸性的胃藥 好了 結果胃藥吃得越多 身體的好處就越大 好了 有什麼簡單的自然方法呢 是的 很簡單的方法 因為現在都市人的飲食習慣 生活習慣不協調的時候 往往也促成了 很多人出現了腸胃的問題 消化不良 不可以吃這些胃藥 有什麼簡單的辦法可以幫助呢 好了 即是說順順自然界的需要 第一 要預防火焦心 即胃食到逆流 避免暴飲暴飲 減少吃煙 喝酒 喝咖啡 最重要的是節制食糧 吃飯吃六分飽 不是七分飽 不是八分飽 是六分飽 胃不舒服的時候 就應該是斷食 短暫的斷食 讓胃好地休息 OK 我最近有一個病人 他真的幾十年的胃病 是 他最後來跟我說 有些什麼他試過呢 他試過很多東西 除了西藥試過一輪之後不行 他都試過中藥很多東西 其中他一樣東西 他最有效的方法 竟然是斷食 很明顯給胃去休息 是吧 還有一些簡單的方法 我和大家以前都分享過 是 就是Dr.Bakmangeli 一位伊朗醫生的解釋 其實胃肺羊的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飲水 飲滾水 飲三杯暖的滾水 這樣呢 你就會即時 就會令到你胃的問題 會立刻舒緩 那它的原因呢 就是很多時候 是我們那個身體脫水 是一個很多的慢性病的原因來的 是 所以最簡單的 最好的胃藥 就是吃到六分飽 斷食量的胃來休息 加上飲水 飲水不足都可以令它 飲水 是的 好了 那種胃恢復元氣 其實看到這些都覺得 原來這麼簡單 就沒有想過 其實真正修復胃是自己治癒的能力 來的 修復受損的胃黏膜 條理胃回復正常 那種胃病呢 絕對不是用藥 是人體本來就有這種治癒的能力 是沒有其他方法 簡單來說 有時候你割傷手 我最近有個病人都是這樣 因為她來看病 她的太太又不是很相信的 她呢 都要在我面前 就是我要看她 和看她的太太 她的太太兩個 家裡有小朋友 很多時候 因為家裡的健康問題 是搞到很多 家裡有些不和的問題 她就用這個簡單的例子 她說身體有自己 醫治自己的能力 很難你自己割傷手 你的身體自己會好的 你不用知道的 你昏迷的人都可以割傷手 她自己會康復 康復到連痕都看不到 這些奇蹟其實是什麼呢 是人體與身俱落的自圓能力 就算這些用藥 都做不到這樣的效果 所以問題是 我們要怎樣能夠自然治癒的力量 即加強我們身體 自己收復受損的胃黏膜 令胃回復正常的狀態 難道吃一些新藥嗎 當然不是啦 要停止吃藥 讓胃休息 吃東西都要停一停 需要這樣休息呢 胃黏膜就能夠 急速恢復 回復到完好的狀態 簡單來說 在斷食的狀況 你會做什麼 只能夠做什麼呢 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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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她說要健康就是 用心不吃藥 即是盡量 你千萬不要吃藥 千萬不要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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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會能夠的 她說一天三次三餐後 一天三次三餐後就用 一般的藥方都是這樣教你 當然是一天三次 根本就不需要 乖乖一天三次 這些新的胃藥 胃氣脹、胃重 這些症狀 其實主要都是吃得太多 我們學了 蔥瑜伽就證明到 健康法的精髓就是 不是用心在這裡吃 而是要用心不要吃 不要吃 享受肚子沒有那麼脹 胸胸輕鬆的感覺 不要吃越來越多 我今天和大家 去同學去Football Club 吃東西 現在就轉了午餐 全部都是Pofet的 我和同學都聊天 其實我們是很浪費的 因為我們根本 都是從來不吃多東西的人 我們要記住 遇到這些有機會 所謂吃那些自助餐也好 記住不要跟自己的身體作對 沒錯 吃小一點可以接受到 不用吃到脹到 對身體力 搞得身體不舒服 其實都要找回 為什麼你會有腸胃出現的 不息、胃氣脹、胃蟲 其實原因都是 你是吃得不對 或者吃得過量了 跟回這個導致的原因 來做處理的方法 不是麻木地 一一一覺得有些認為不適的 立刻第一時間 乖乖地去吃腸胃藥 這些東西 這個就不只是說人 在動物都能夠觀察到的 其實在美國國內衛生研究所 有馬克雷欣一班科學家 花了十五年的時間 觀察一群每天餵食 只七分飽的猴群 發現他們的死亡率 是全飽猴群的二分之一 死亡率 餵食六分飽的鼠群 比全飽的鼠群 多了兩倍以上的時間 這是美國Canel 是科學大學的研究 這個實現已經證實了 小食療法和斷食療法 效果是更加超弱的 是 透過小食斷食 能夠增加身體注意能力和排斥能力 所謂 只要不好吃 就能夠換醒身體 和增強身體的免疫能力 受損的胃黏膜等都能夠恢復 直至到完全康復了 要解決不舒服的胃 其實最好就是不好吃就可以了 是最好的簡單的方法 好 我們剛剛聽過了 袁醫生跟我們分享了 所謂市場上最暢消的腸胃藥 其實對於我們身體來說 不是有一定的功效 反而有害 好 這一節的時間 我們也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 我們繼續回我們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 腸胃藥不能吃 這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今天的題目就是 腸胃藥不能吃 袁醫生上一節說到 一般市場上市民 都經常用抗胃酸的藥 長期吃下去 其實對身體沒有幫助之餘 還有很大的害處 所以病患者經常覺得 都幫不了 就出現了另一種特效藥 是不是真的有特別的功效呢 剛才所說的 抗酸藥的問題 就是我身體需要維酸 吸收營養 很多酵素 要維酸在這裡才做到 你知道藥的東西 永遠都是陳出不窮的 近代出現了第二類 叫做組織胺受體急抗藥 H2Blocker這一類的藥 電視都經常都看到的 這種藥 其實你看一下 它的包裝上面寫著 就是對什麼有效呢 就是胃痛、胃食度逆流、消化不良、胃氣脹 你可以看到這一類的藥 是很快的 因為它的強度是很強的 所以很多這類型的藥 在日本它這本書提及 市面上是一百多種的 就是這一門 這一類的藥 競爭很強的 而且這類藥 在腸胃藥裡面 是穩助暢銷第一個寶座的 好了 這個藥物是靠強力抑制 能夠促進胃酸分泌物質的第二型組織胺的作用 亦都是按那個 亦都是按那個遺酸 有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 遺酸分泌是正常的生理反應 你強力阻礙它的分泌 其實是因為有強大的毒藥的意思 因為強大的毒性 就不單止可以影響第二組織胺受體 還有是妨礙全身其他的 專心生理的活動 毒就不會毒一樣的 毒的身體有很多人一起毒的 所以副作用相當多 譬如第一 皮膚出診、髮紅、養、浮腫 第二 循環系統、脈搏療 第三 精神神經系統、緩魂、經緣 第四 不適感、疲倦、發燒、喉嚨、吐的身體異常狀態 第五 休克 尋牙診、浮腫、胸悶 臉色蒼白、手腳冰凍 霧汗、呼吸欠蘭 第六 屍體分強心症狀 Stevenson Johnson 伴有高燒 全身皮膚出現診、發紅 像燒傷、水腫那種很嚴重的皮膚 然後是 環紋肌溶症 手腳和身體的肌肉腫痛 即是肌肉溶解 僵直、尿液出現紅蝶色 即是蛋白質溶化了 第八 肝功能障礙、全身皮膚無力、黃膽 第九 腎功能障礙、發燒、出疹、全身浮腫、血療、全身皮膚無力、關節痛、輻射等 第十 血液障礙、喉嚨痛、發燒、全身無力、牙筋出血、流鼻血、乳青 你可以看到 這些就是那張說明書裏說明書裏說出來的 你可以想想 如果你看到一連串 食物、藥物為了什麼? 為了胃痛、胃液、食道、液流、消化不良、胃氣脹 可以康復 但有沒有勇氣去接受其他這麼多副作用呢? 真的很可怕 單單就是一個所謂抗胃酸的藥、特效藥之後 引生成成這麼多十種的副作用 真是很恐怖 還有呢 哪些人不能用呢? 還有呢 譬如有些人是被精在治療其他病 一系列的病 醫療的病就不能成這樣 未滿十五歲或八十歲以上的人 孕婦或計劃懷孕的女性 或是抱羽中的女性在餵奶 因為她的毒性太強 有很大的副作用 可能會導致流產、嬰兒思天性 即是K型的風氣 還有一件事 第二型這一類的胃藥 如果男性經常使用的話 可能會導致撥起功能障礙 這些男性最怕的 還有精子數量竟然是急劇減少的 接下來就是性慾減退、不人症 現在日本有一個現象 越來越多人沒有性行為 所謂是草食族的男人越來越多 即是那些男人是 一年都沒有幾次性行為 也沒有什麼醫癒去談戀愛 也有很多隱蔽的人士 我最近聽到之外 日本起碼有100萬的隱蔽人士 其實都是跟我們日本人 這些大量過香 不斷地吃不吃這些藥的原因 OK 好了 大家要了解到 其實這些所謂胃痛、火消心、胃氣脹 原因是因為食物過量 所以不好吃就很快會好 野生動物也是這樣的 對於有病的時候 他就不吃東西 當然沒有能力去暴裂 在斷食、休息 很多時候就會康復起來 加上我們剛才跟大家說 很簡單 當然可以用飲水的方法 當然我有很多天然的醫療工具 還有療法、食療 我有很多這方面的工具 所以記得千萬不要 不要隨便去吃這些藥 大家要看到 有些人真的吃這些藥 結果最終就好了 你自己留意一下 不要說你只說自己 你周遭的人 你會不會真的結果好得了 原因就是這本書所說的 其實這些資料 在醫學上已經知道了 只不過醫生不會告訴你 沒錯 主流傳媒也不會刻意告訴你 當然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醫生、醫藥廠 他們根本是掛勾了 這些資料一定不會告訴你 但是如果現在這樣看 在日本藥房買到這些藥 其實有這麼多他們所謂的房單 即說明書 真是舉列了所有這些事情 即情況出來 只不過可能一般的市民 即他們未必會 醫生都不會看 一般大眾的市民 可能也都不會這樣仔細去看 只不過想著 哎呀我現在胃不舒服了 我吃了之後 我就會覺得以為是幫到 舒緩了一會兒 但其實想不到 長遠的問題 不斷不斷在潛伏 在進化 在侵蝕你身體健康的狀況 剛才我們阿醫生和我們分享的資料 其實在那本 叫《藥都不能吃鳥媽》那本書裡 有提及到的 而這本書 在我們的陸創意健康店 是有得出售的 今天也很感謝袁醫生 和我們再分享一次 關於腸胃藥的問題 給大家的觀眾聽到 今天我們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電話 和袁醫生回診 電話是2577-3798 而在外的聽眾 亦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是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審診 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了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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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